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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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為大家要明白 我們每逢星期二、四都會有 精神水的同事上來 幫我們的網友驗血的 我發覺 當然我們當然想消售 但是你不一定要買東西的 但是普遍來說,剛才聊天 他說,這些網友其實那個年紀 都是ok的 我心想當然ok了 他喝了幾年 就好像剛才阿老趙 他1.68年出生,比我肥胖 但是他血糖 吃完東西,六點幾 那就ok了 血壓,所有東西 so far 都ok 可能那個主血管的柔軟度 不夠 譬如你有一些濕條文化,自己留意一下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繼續喝醋 就算你不光顧我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些 你都肯定他是天然造的醋鹽 那些石油庫產品 其實只要一天喝少許醋 白醋也好 紅醋也好 都會幫助你軟化血管 這是忠醫跟我說的 好了 唉 唉 今天呢 我們反正跟進昨天 我認為 本來是一宗很個人的家庭悲劇 雖然好在沒有註成大錯 但是呢 在警方的公佈 記者的發掘 下去的時候 我真是 很悲哀覺得 講的是屯門山景村 昨天的43歲的男子 醫圖呢 因為是財困 跟家人說有些不舒服 可能呢 煮飯的時候 下了些藥 不知道 令到老婆 還有三個女兒 大了十五六歲 小了八九歲 三個女兒 於是睡覺 好在呢 大女兒和媽媽睡醒 發覺不對勁 為什麼門口都封住了呢 後來就報警 報警發覺 原來有個燒過的炭 就是淋濕了 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公佈 預計呢 就應該都是那個爸爸 就是最後關頭 都是燒過的那些炭 下不了手 淋濕了 接著爸爸呢 昨天就說 不要說逃去無蹤 我就離家 不知道去哪裡 後來警方在賓館找到他 現在用一個意圖謀殺 好像準備用意圖謀殺來 控告去 警方就說 警方的發言人 屯門區 沈浩五民 叫做 他說 這個姓黃的男子 43歲 和4名女受害人 吃完飯之後 其後女受害人 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和很睏 警方都會繼續調查 就是是不是下了藥 警方呢 就說 對案件感到很惋惜 也都很關心 涉事家庭的福利問題 所以也都主動聯絡了 社會福利署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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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就不是他們跟進開的案件 但是現在就會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幫到手 有時候我看見這些 譬如這個 屯門刑事部總督察 沈浩文 他那段說話 我有看的 其實 他流露到 都是真的有點惋惜的 我覺得他對這件案件 原來這個黃藍呢 是做食事的 哦 很糟糕 那是因為懷疑 他周轉不靈 想不成功 喂 我就不會特別說 包括阿正 也不會特別說 說那些 又說什麼 不肯死的 香港地 真是無謂說那些 鬼不知道嗎 但是身處在那個環境的時候 其實是很困的 有時候 一時之間 現實就是沒有東西困到的 你說黃藍呢 如果有機會找我 你究竟欠什麼 我全部教你 我很容易教你怎麼做 但是有很多人 他就是過不了那一刻 你以為他不會做嗎 嗯 譬如 跟親戚朋友借了些錢 不還 不還住 被人笑 被隔壁屋 譬如現在這件事 把了出來隔壁屋 那些人 有很多人會怕你的看法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 都不是東西來的 一過了那些東西 吞吞吞吞吞 完全不是東西 你有個家庭 有三個女兒 我已經覺得非常幸福 可以一家人不奮鬥 是吧 但是現在就是說 香港那個環境 其實這件事 因為他企圖這樣 含包散 所以我們這麼大篇報道 如果大家 真的經常會看 我不要說哪幾張報紙 或者網上的新聞 其實有好幾個媒體 他都會很準確地去報道 這些自殺、離世、厭世這些新聞 其實香港真的是一個自殺之道 你由那些老人家 是不是 到那些小朋友 壓力大 是不是 到現在這些正當 聖年 事業充辭期 四十幾歲 真的因為周轉不靈 財困 但是這個財困 會去到怎樣呢 昨晚呢 我認為 全港其中一個 買牛腩粉 做得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宇宙街華園 餐廳吃東西 很久沒有去 為什麼我現在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一直住在華園 宇宙街那裡 但是我為什麼沒有去呢 因為就算停車在門口 也太危險了 基本上 你被抄牌的機會 達到百分之六十七 我又不喜歡 人家叫 喂 抄牌啊 就衝出去 我又不喜歡 因為又要求警察 那就無謂了 索性就少了下去了 我昨天下去吃東西 聊天 現在就不能夠把他視之為 街坊兼一個熱鬧街道的茶餐廳 如果以前呢 絕對是 因為深水埔與周街 他們那裡 那些人走完鴨寮街 走完西九龍 就會去那裡吃東西 真的很旺 真的很旺 但是現在 那些什麼 走完什麼 走完蜜的人就沒有了 整條鴨寮街 整條深水埔 變化了 只有街坊 我就多口問一下 我問一下 生意 很冷靜 那我都預料了 很冷靜 他說 比平時跌了三分之一 然後我說 喂 等一下 這個平時 你是不是用2019年前 還是怎樣 他說不是平時 就是平時 喏 不要說以前 如果說以前就浪費 因為他整個生意額 他有些 我不知道 他沒有說 我想他一定是 做 我想大為惹 你怎麼可能做到 2019年呢 你也要接受現在 現在這樣的經濟情況 這條數 是再跌了三分之一 這個六月份 那是什麼事呢 是真的五窮六絕 是不是七倍翻身呢 還是真的翻不了身呢 這些呢 就是我們用一個循環來看 香港的經濟 當你這麼多人走了 當那些資金 離開香港 又或者那些人 就越來越保守 在這樣的環境 樓價有些 嗯 股票是上不了的 嗯 那些什麼碼頭 運輸呢 放在那裡 持續用來拆開 但起樓又有沒有人買呢 不斷有人走啊 嗯 這些很實在 很實在 就是我們現在 究竟何去何從啊 就是你有些資金的 有些少少資本的 你說可以去走 很輕鬆啊 但是走 離開香港 都有很多事情想的啊 第一就是 譬如你家人怎樣啊 嗯 可能有些老人家 還在醫病啊 又或者 你剛剛 那些小孩 進了大學 讀書啊 讀的不是我們普通的 那些什麼 工商管理啊 讀三年級 讀醫啊 原來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走呢 是吧 就是每一個人都很有原因 更何況 我就經常說 你屌不敢走 就浪費氣了 屌你不敢走 我自己不懂英文 我到現在都覺得是的 但是 那有人是真的這樣的性格 真的不夠光 那你怎樣呢 他又不想適應 老實講 阿正在歐洲住了十年 我又去玩了幾個禮拜而已 喂 你叫我在那裡住 我也覺得很活命啊 你問我 退休就不需要 那我真的有地方選擇啊 我是不是去日本好一點啊 阿正 退休了 是不是去日本好一點啊 英文我們認識啊 日文我們不認識啊 我覺得日本好一點啊 最少不用經常 冷冰冰沒有太陽啊 一到冬天 夏天就屌你了 三四點就黑了 就是 夏天就屌你了 晚上十點都還沒下山 都不要緊 其實沒那麼多東西吃 是真的 晚上想逛街都沒有 逛街你又要跟那些鬼佬吵 嗯 屌你那些鬼佬吐痱 那些鬼佬吐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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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 好了 那些鬼佬吐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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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不是直接 因為那二十三條了 可能是因為看不到前景 你特區政府 你做什麼都好 你的重點放在政治也好 放在經濟也好 放在什麼都好 去抓人也好 或者有些嚴重自張的兒童 可以趕快趕快趕快 就是要學這個國安法 都好 但是呢 你一定要解決 就是要給一個願景香港人 喂 如果不是我懶你也要走 喂 你見到你繼續這樣 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 一年一年 自殺的有 跳樓的有 你荒謬到 我們昨天已經笑到 真的收不到聲 但是你真的很悲哀 喂 你可以出這樣的 教育 不是報告 那些學校交出來的 這樣也可以 嚴重自張 中度自張 要加強他們 對於國安法 和憲法的教導 常識科 嘩 嘩 你真是 周星馳都寫不出來 那些 下次要清山 病友全部唱國歌 去到這樣 你真是 怎樣 現在呢 我就真是 只能夠這樣說 今年 就是大家 人生 你都要繼續 就只能夠 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外 就是繼續努力 是吧 做好一份工 做生意的 就想清想楚 要怎樣去變化 去迎接 世事變化 這就不只是香港 那你真是沒辦法的 是吧 好了 現在 那我們的政府 做過什麼呢 今天呢 就沒有什麼高官出來說話 就唯獨昨天 鄧炳強 又走出來 不過這次他就不是說這個糾戰 他就說 決定呢 要每年安裝 2000部閉路電視 這個不是決定 是他之前決定了 是吧 只要資源 許可的話 或者有錢的話 他們會這樣做 因為先前呢 他們呢 就裝了15組鏡頭 在旺角上試 而這15組鏡頭呢 就至少 都為他們錄單案 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其實這些呢 我真是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又不會隨口說 即是他又沒有說 那一篇錄單案 那可能你說 我如果告訴你 那你們就是 你都知道我們怎麼去 擺哪裏 怎麼破案 那那些緋圖是什麼 那但是 即是變了 你好聽的 就說是任去講 真的算了 官司我兩百口 不好聽的 喂 他可以找一些 我們監察不到他的 你即使達法議員問他 他就說 我們不能說的 這個部署 即是你可以做些 給一些fake的 我不覺得他會 但是真的理論上 就可以給一些fake的 information 於是他去拿資源 是吧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甚至乎 每年安裝二千部 你說對比我們外國 對比新加坡 對比英國很少 但是這麼少 為什麼我們 我都經常覺得 犯案這麼難 過去這麼多年都 嗯 還未安安 人家是什麼政府 是吧 人家是什麼系統 唉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都說了 在上次他們講完 就說英國都有國安法之後 我馬上有網友 我一有節目講完 就扔了英文本給我 真的有 原來人家真的辣 但是為什麼人家不吵 人家不害怕 他不害怕 你們會亂用 再辣也好 好 好了 另外張宇人 廢人 就算他講合道理的話 都是廢 他說什麼呢 他就因應著前日 在彩虹村 有個人在吸煙區煲煙 有個年輕人去勸他 於是出現了戒刀傷人事件 不是戒刀 是接刀 是 於是他就說 喂 張宇人說 香港可以吸煙的地方不多 他說不騷擾到人 當然最好 但是很多時候很難避免 希望市民多忍癢 這句話就是說 他就算在非吸煙區 到吸煙 OK 你的市民都要忍癢 如果是這樣 不要想立法 即是你老粉要就夠我一個人 對 你不要立法 如果是這樣 你也是立法會議員 他是行政立法兩會議員 首先搞清楚 如果 在非吸煙區裡吸煙 你猜那些 你一定會影響到人 非吸煙區 即是非禁止吸煙的地方 一樣影響到人 不過那些人通常因為 那裡不是禁止吸煙的地方 他們最多 撥壓你 好嚴肥你 其實要吵起上來 一樣可以吵 至於你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喂 你立了例 如果又沒有人執法 是不是要市民執法呢 這個呢 其實他是有point的 事實上 好像昨天這樣 如果沒有人執法 如果有人執法 就不用這個年輕人出聲 是 就是因為這個年輕人出聲 就是他們在想事 你老母 大家可以上場 於是就吵起上來 那他這句說話 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你說 用這件事來看 我就覺得 其實老實說 這條法例一立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做一些情景推演 已經覺得 喂 你這樣實麻煩 是呀 喂 說真的 我試過 我有一次試過 我試過的 我在一輛車上 訂單位 拿我的電話出來 不知道是打機 還是看test message 那樣 然後我隔壁的男人突然撥我 是隔壁車而已 我看一看他 他很冷酸 他很冷酸 即是指指那個電話 很冷酸 是 我真的想把那一槍扔掉他 關你什麼事啊 扔掉你老母 但後來想一下 那我又真的很壞 你在車上 test message 是不是危險 那我呢 就拜到他電話 不想你去 喂 喂 但是 因為那條人撥得很冷酸 那樣 那樣 但是你如果警方 撿不到法話 沒有那麼多控制辦法 那些 那其實你是難搞的 於是張議員就說 喂 不如 就不要說去到那麼緊 那個立法 你是行政會議的 你也是立法 他應該還是立法會議員 他是行政立法會 你就不用再說這些 你在行政會議員已經有得說 有死的 家族和羅宗摩曹哥 喂 喂 不准吃 那些什麼電子音樂 死人 打一天都說不行 啊 那當然 他說 整條尼登局都有巴士站 他排也不能吃 走也不能吃 他說 喂 現在移民 他很少 很好笑 他說本港移民的數量 很少而已 相信之妖 不大 喏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算很少 好像說還有幾十萬 那樣 那起碼我是移民 喏 我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我自己 我只要走一輛車 我買一輛車 我買一輛車 車就煲煙 喂 但是 你說 走不住街煲煙 還有排隊煲煙 我就的確覺得 不是那麼好的 你香港政府又沒有用 人家神噁的那麼早 日本 也有十年前 已經有了那些艇 或者 即是讓你走進去煲煙 是不是 火車站都可以 有了 老實說 你要做夠這些事情 去走 要是為什麼呢 要是不然 你不要被人賣煙 最好 好 哎 總而言之 我們這個環境現在去到水深火熱到這樣了 香港人 如果你看到我們這幾天的政治新聞 鄧炳強繼續瞄天眼 昨天就說會搞什麼城市 繼續搞什麼城市 要找到一些有型的人來的 沒有任何政策出道的 前天陳國基就說回大陸的人 不要緊 證明我們過去的政策好 我們這些市民很認同國家很愛國 還跟他們的事 我告訴你為什麼這些人不上去 那些人是寧願可以抑郊中共 都不忍應你特區政府 這麼奇怪 在這個世界上 爭戶這件事很奇怪 未必一定要爭戶 因為大家看到的 我也說不要說什麼 澳門 都有所謂地緣政治的影響 他真的好我們香港 怎麼都 因為澳門特區政府 可能澳門人都覺得很不滿意 但他真的有做些事情 起碼我們看到他有做些事情 是有所謂的 說一聲 你這把混蛋 去送派販 影響外面的小店 不想好 CUT 接著呼籲市民 喂 你這個個人 我們都過鞏北的 程哥說了 不要緊 一會兒餐好 好嗎 留餐禮 所以人家會這樣 你休息一會 謝謝 谢谢大家